好,回來了,就要講一講德國發生的事情 其實珍必詩有講過這件事 但是珍必詩講的時候 他的焦點就放在抗俄的代價 其實他們搞環保抗議的人 其實之前他們就佔了一條村 那條村就會拆掉 拆了一條村就擴建一個煤礦 這件事其實就由上星期三開始已經搞了 雙方一直都是搞的 那條村就叫做Lussaraf 其實德文是不是這樣讀我也不懂 因為我也不懂德文 其實最初的時候他們是很多人的 那個示威如果你看回頭 他們那些組織的人就說有三萬多人 三萬多人去示威抗議 那三萬多人去示威抗議的時候 他們的警察都是什麼都做不到的 嚴格來說是佔領了要擴建煤礦那條村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最初的時候警察什麼都做不到的人 其實他們都是 那接著是怎樣的呢 其實你要看看時間推現才行的 有些人當然會說 香港警察在哪個警務處長搞的時候 但是所有比較公開的地方 其實德國是一個開放型社會來的 嚴格來說 在香港也是一個開放型社會來的 很多人可以隨便拍片 有自由那些 在有自由的地方 你不可以一開始就拘捕人 就是你一開始就拘捕人 這個做法是不行的 其實為什麼有人這麼討厭林泰呢 他就覺得林泰為什麼不是一開始就拘捕人 我也要說回 其實 爭前一哥的人 有很多就沒有去到再一步 在藍營的人就再去多一步 其實就討厭林泰 我告訴大家實情是怎樣的 為什麼這件事我也會說呢 其實本來我沒有打算會說一下林泰 但是 見你們說開 說林泰覺得林泰很慘的 沒有辦法 他做他的位置 他一定會遇到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他的做法 都是 我告訴大家 每一個人遇到他的問題 如果要真正去應對這件事的話 只能夠跟他的方法去做 就是說老實話 如果你打算可以隨便便當作沒有一件事的 那你就可以用富國級的那種做法 找另一個人去應對 我說過真話而已 你可能覺得 你這樣又質疑富國級 其實你回到2014年就會知道 2014年究竟發生什麼事 2014年其實都是佔了一個地方 都是等他們奇怪自敗而已 其實就是這樣 因為你佔一個地方 有些地方真的是很大問題 因為佔旺國的地方是搞得很嚴重的 那時候幫那些人就在旺港搞亂當 那時候還有我們有個教書先生的朋友 就去那裏執走那些學生 其實就 就是不要給他那些極端的思想污染 但是他也是失敗了 我也要說我們那個教書先生的朋友 最初你有些大型的群眾事件 第一件事 警察他都不會一開始就用催淚煙的 一開始是不會的 除非有衝撞 有衝撞的第一件事 就是用胡椒噴霧 其實在德國其實 如果你有留意這件事 他做的事根本是跟教科書來做的 其實在一些開放型社會裡面 你要做的事始終都是這樣的 何虎就說 憎臨太是要臨太背負全部 要用臨太洗腳腦骨的方法 也因為臨太是女人 很多事情都是被欺負臨太 情況就是洗腳腦骨的方法 根本不是什麼方法 他說是可以的 實際上是不行的 老實說 他說的方法是可以的 實際上是做不到的 我們都解釋過了 很多事情都 龍眼妹看到一條蛇應該是飯鏟頭 他就說以前冬天不會有蛇出現的問題 就是你早兩個禮拜都二十幾度 二十幾度就有蛇了 你不怕自己的人 醉手駕駛都不會去做 對不對 不是針對誰的人 對不對 那麽生氣 他就說何況七百萬人 那麼聰明你來做 催你就聰明 說真的 實際情況就是 你在一個開放形式 你應對這些事情 你自己去應對的話 就一定是好像特區政府那樣做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 好像 就是虎國級那樣 走了走開了去 在後面聲大大 前面找另一個人去頂 對不對 你做不到這些事情 其實是 對不對 對不對 好了 就是這樣說 現在看到的 喂 你們這班人 在這裏罵 在這裏說林太 怎樣怎樣 喂 我真的不想知道 我真的想知道其他那些事情 不過 見開你們這班人在這裏說 我們沒辦法又要說 其實德國的情況 現在我們回到德國了 他們最初真的有很多人 有幾萬人 那警察就說 只有1萬多人 1萬5人左右 其實 這又是一個規律 他示威抗議的人 一定吹大自己的人數 警察報的那個數 其實是貼近現實很多 但是 1萬5個人 德國那些警察 都沒有辦法處理的 最初的時候 就是讓他們在這裏 因為其實你們要等的 要等他們那些人走 其實情況就是 因為他們 那些人走了 就只剩下最激進的人 其實 這次在德國發生的事情 也是一樣 最初 就有些人是和平去做的 就是環保示威 全部都是激進 那些普通人 因為要上班 你不是說 示威可以幾天不用上班 其實是自己會走去的 其實就是 那德國的警察是怎樣做的呢 其實就是等那些 就是普通的和平示威的人 走了之後 剩下的人 他有人力上的優勢之後 這個德國警察的做法 他就開始驅散一些人 就是他驅散的一部分 就是有些人 逗留得太久 就是有些極端有些過激行為 他就用水炮車去驅散別人 一定是這樣做的 你不要說 我廢的不做 其實事實上 根本有個過程 所有事情都是有過程 不是說一聲 你覺得說一聲就好 不是說一聲就好 不是說一聲就好 好了 那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老爸 就說 我記得2014年 都是林太太第一個出來 批評佔中友 其實他不是他最初 跟民主黨那些人談的 其實談一下 他們有什麼條件可以離開 副國級他沒有做這些事情 所以林太太為什麼會有 想到可以說大和解呢 其實那些人不是不談 是不能談的 他們那些人是有得談的 那些人是沒得談的 其實那些人是沒得談的 就是港獨有的人是沒得談的 人家一說到港獨 你怎麼跟他們談的 是沒得談的 是不是 現實就是 2019年去到 為什麼最後會有這麼大問題呢 就是整件事變了側 最初只是反逃犯修訂條例 你反逃犯修訂條例 有得談 但是你之後變了港獨 就沒得談 是兩件事 就是你 逃犯修訂條例 其實本來你得色好 以衰回首 就不會搞到這麼嚴重的 事實上是 你接著又去拆中資那些事情 那整件事已經是變了質 變了質 還是沒得談 當然沒得談 現實就是完全是沒得談 有很多人就感謝林太太 事實就是 譬如舉個例子 在德國這裡 他最初有萬多人 到最後的時候 他清場的時候 其實就剩下幾百人 你沒可能大規模拘捕這些人 你拘捕不了的 因為你的警力是不會夠的 其實事實就是 其實到最後是怎樣的 就是在德國那裡 他就有三百幾個激進分子 三百幾個激進分子 那時候就 就要遞伏他們 因為警察都有幾百個 就是大家的食力是相約的時候 就弄到他可以帶走那些人 抓他們 事實上那些人是被人抓了的 他們更誇張的是 他們是蓋了一些小屋子的 在樹上有些屋子在那裡 這就是德國抗議的人 其實他們有佔領 其實真話就是 他任何一些社會運動 他變成佔領的話 說真的 佔領的人一定會輸 現實的情況就是 全世界都是會這樣 因為政府其實 本身有一個優勢 就是他可以坐在那裡 他什麼都不做 其實香港之前 19年難搞就是 其實有人都看到一件事 就是佔領是輸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神推鬼拱 有些人就佔了理大 其實理大 如果回到19年 理大就是一個轉捏點 就是那些人不是流動式 其實流動式 警察都很難處理的 結果 就是理大 令到他們那些激進友 聚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說 全靠誰誰做 其實沒關係 這件事其實 雙方 其實是一個拉鞋 其實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一個拉鞋 政府和那些示威友 其實在德國這件事 也是一樣 你看到他們最初是拉鞋 為什麼要搞了一個星期 他們要等人離開 其實是你們那些人不離開 其實警察根本沒有辦法行動 其實是 是絕對沒有辦法行動 好啦 也都多謝 Garfieldnew你的支持 講到這裡 CAM CAM就說 有外部勢力 其實外部勢力 就一定有 台灣地區 就是很主要的外部勢力 即是 其實19年那個單 你說美國都搞 其實 很老實講 真正搞得厲害的是 台灣地區那些人 好啦 最初 趕走 能夠趕走 就走了 那些死硬派 留在這裡 300個被抓了 接著 還有 有兩個人 就躲在隧道那裡 堅守 這是德國警察的 補充資料來的 接著警察就怎麼樣呢 抓了那300個人 拆了那些 在樹上的樹屋 還有 他有些地方被人佔領 有些小屋被人躲在裡面 那些拆了 其實就是 那些環保人 其實就說 現在你挖煤 那些煤就應該留在地上 那裡 但是事實上 老實講 那些煤 你放在地上 其實也是有問題的 因為現在 大家都不夠能源用 現實就是 德國自己 都不夠能源 他唯有 就是要靠煤礦去做 而已 還有一件事 就是 現在被裁俄羅斯 那你自己又沒有天然氣 那你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用其他能源 那煤是能源 那為什麼這些環保分子 這麼討厭人燒煤呢 他們就說燒煤很適合 還有燒煤就有很多碳排放 這樣 其實呢 你不吃人間煤火的話 你可以什麼都不燒都可以的 就是我講句真話 你練先的話 不吃人間煤火 比如 去回龍耕社會 自己耕自己田 自己吃自己的東西 吃自己 你是可以 不燒煤 不燒石油 可以的 你全部自己做回 自給自足 自己養一隻牛去耕田 你可以做 但是 講環保的人 他做不做到這些事情呢 我告訴大家 100個 有99個 都不可以過這些 就是沒有電力 沒有這些 就是 現在我們正在用的能源的生活 他們過不了 他們那些人 就是你叫他 用少個膠袋 包自己的三文字 他們都做不到 就是我講句真話給大家聽 他們這些人 有一部分是很理想主義的 最堅實 最強硬的人 有一部分 根本對社會 沒有貢獻的 就是我都很認真地說 沒有貢獻的 他們這樣 他們就靠這些示威 去找飯吃 其實就 那 輝日人類命運共同體就說 最適當的時勢 做最適當的事 其實 就是所有地方應對這些 就是示威 暴動也好 示威也好 驗領也好 都是同一個方法 就是等到你神真鬼厭 警力 比你們留在裡面的人多 就去用警察去處理 到處都是這樣的 其實 很認真地說 到處都是這樣的 根本 不是說 有些人說 一開始拘捕 一開始可以掃射 那些人就不用這麼痛苦了 你在一個開放型社會 做不到這些事情 就算在中國大陸 現在都做不到的 你自己 留意一下 那些白紙丘是怎樣 被人帶走的 那些白紙丘是怎樣 你自己留意一下 內地是怎樣處理這些事情 這個世界不是說 你可以 真的好像洗腳臨這樣說 說 拿些東西去射別人的腳 不是這樣 你去射別人的腳 你第二天 已經上了全世界的報紙頭條 他們那些說的人 當然是天下無敵 實際上 他們根本 有沒有想過可不可行 他們不會想的 但是 坐在上面決策的人 又要想可不可行 就像那些環保友 舉個例子 他們為什麼說 你不燒煤 對呀 不燒煤是可以的 代價是什麼 但是 你們整個社會 整個國家 可不可以扶得起這個代價 扶不起的 其實就是 有很多事情 你應該減少自己的碳排放 我是同意的 這件事情 盡量環保一點 這些事情 我同意 但是如果你說 要 就是 好像 他們這些環保分子 那樣 就是擴大煤礦都不准 那些 那些 我就覺得 這件事是不適合的 就是你佔了別人的私產平原 還有 它本身是有一個民主的過程的 譬如說 那個煤礦 要發展 它根據了政府的法規去做 它政府是根據了規程去做的 那其實這件事呢 就不應該被人這樣 搞到 是有些堅實的人 就可以佔領的 所謂的堅實的人 就是不可以的 老實說 如果你說 見到這些 這樣的 暴動 有沒有 將香港見到的 移情過去 那我其實 都說那句 都是不用 但是有些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的 就是 你在哪一個地方 都是一樣的 一個 開放型的社會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說 很快 就可以 可以令到那些搞事的人 收檔呢 其實就不是的 從來都是有一個過程 德國已經做了一個過程 給大家看 它就要了幾天時間 因為那些人 走了 其實就是 這件事就是這樣 那 現在 現在 朱永生就說 現在連大陸都怕西梅炒大白 只有這件事 所以被迫開放 起碼可以把開放這個鍋 掉給那些白紙油 那 現在他們有另外一個說法 他們現在的說法 就是很麻煩的 我們遲些 遲些有機會 再跟大家說 那 那 那 CD Law就說 外國拘捕了一些大型暴動 很快會上庭審判的 可以收阻嚇之用 但是香港大部分 2014和2016 魚蛋暴徒都2019 才上庭 那又不是 那又不是 這個我們要說 就是 特區政府都不是做得差的 這件事我都要說 其實 就是 帶頭 搞事的人 比如2014 2014嚴格來說就不算暴動 就是 我的看法 就是 2014它是佔了一些地方 但是它是不是算暴動 我認為不算 就是香港 真正有大暴動 就是2016年 梁天琦搞的 梁天琦其實很快就上庭了 其實 當時還有人要搞 燒的士 那些事情 2016年的單 就是魚蛋暴動 如果你說特區政府有沒有失職 我就認為沒有 就是 我都說句 就是 我自己看到的事情 就是 它只能夠懲治梁天琦 一開始的時候 沒有理由 拘捕所有人 那 梁天琦那裡 其實最嚴重的就是 反而 早了拘捕他的時候 令到他那句 光時 就更加威風 其實就 很快搞到上庭 其實 梁天琦是 很快 這個 就是 當然他們在補選的時候 也有拿來做一個 就是宣傳 光時的口號 那 但是 我也要說個真話給大家聽 就是 有些事情 已經是做了 就是能力範圍已經做了 已經做了 但是 得出來的結果 其實是一個 就是反效果 其實 很多人覺得 就是 2016年看到的事情 他們是可以大規模地做的 就算 判刑有阻嚇力也好 都沒有所謂 我們有的是青春 就是判了 六、七年之後 六年或七年之後 我們都可以繼續 回來 都可以做 要做的事情 就是他們的做法 所以 有些事情 很難的 如果你說 現在有些人事後恐明 就說 如果之前怎樣怎樣 就會好一點 這樣 其實 我的看法就是 很多時候 當時能夠做的事情 已經做了 我都不想怪任何人 說到這裡 就差不多了 因為我的時間 都 說得過長 說到這裡就算了 明天再見 再見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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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